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跟我的朋友出去玩 然后我就顺便访问一下他们读什么 course 我们的不专业分享 所以我就访问一下我的朋友 哈喽大家好 因为他不要露脸 所以大家就只能看着我的脸 哈哈哈哈 这个小蝶姐 她不要露脸 哈哈哈哈 所以只能看我的脸啦 你 哎掉了 哈哈哈 ok 我们来问一下 请问这位小姐姐你读什么科系 我读 那个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你是在哪里读的 我目前在那个 University Malaysia Bahang 澎大 澎大在巴昂 对在巴昂 政府大学 是的 也是一个学霸小姐姐 哈哈哈 不是学霸 学霸跟着学渣 千虚 哈哈哈 ok ok 我想要问你 请问chemical engineering跟 chemistry engineering technology有差别是什么 这两个哦 看起来没有差别对吧 但是其实后面有加一个 technology所以就要小心咯 就是 一个是 chemical engineering就是 你要做工程师你就去读哦 但是另外一个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呢 其实读出来它不算是工程师哦 但是其实呢这两个读的 是一样的咯 里面的内容哦 全部课程其实都读着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的technology呢就是比较多专在practical 就是我们有比较多的lab work啦 我们的coursework也比较多 我们也比较多assignment 我们多数 注重于coursework 比较多 然后chemical engineering会比较多在于 他们考试也比较多 要play的东西 嗯 算吧 但是 怎么说呢 我们也是要懂那个theory 才能去做嘛 嗯 要懂theory才能做 就是好像你讲的 你的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是实行的那个 然后他们是design的 他们去设计然后你们去做出来的那种 但是 如果你读chemical engineering的话 你可以做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其实 你觉得chemical engineering 你不管问哪一个新的吧 其实出来 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的 因为 记得chemical engineering读很多方面的东西 有读mechanical一点点 有读一些一些 总之 怎么说 我们是比较多专在physics吧 physics 然后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说不可以呀 但是 当然engineering会比较好吧 薪水可能比较好 你们班的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会比较多 其实 会女生会占比较多 男生还是有的 比例来讲你们还是女生会比较多啊 女生会比较多 就是 如果用马来人分开 分开马来人 如果用华人跟印度人来看的话 其实女生蛮多的 就是 华人的话 我们 华人只有一个男生 在我的这个batch 我的这一年 华人啦 但是如果有参别的种族 就不是啊 马来人也是 男生会占比较少 印度人的话 男生就占比较多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多还是少 但是总体来讲 你们班的女生还是比较多 算的 算比较多 你的科系是比较多在 Chemistry Physics Bio还是其他 没有 就像我刚才讲了 我们是比较多专注在Physics 就是 不要按照他的名字来去 断定他就是读Chemical 不要给名字被骗的 其实他是 比较多在 注重在于学习那个 Hit Transfer 那个机器如何 工厂的那种机器 如何去 Product 出一个东西 那个 Instillation Column 写的全部 怎么说 就是一个工厂的process flow那种 我们都会学的 要制造一个东西 所以可以讲说 因为是 Engineering 所以其实 多数还是 focus在 Physics这方面的 可以这么说吧 可能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Chemistry的话 还是建议去读 Pure Chemist 会比较好 是的 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不要因为它前面有一个Chemistry的字 然后你就以为 多数是Chemistry 然后你就会很开心 结果读啊 一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都是physic草丸 对呀其实 其实Chemical engineering 读很多 包括 你如何去照顾环境这些 你如何去 Pureify air 或者是Pureify water 这些我们都会读啊 关于环境 我们也是会读 就包括很多东西啊 你要制造一个产品 你如何 可能在food industry 我们也是会读 如何去制造一个安全的 食物 好让 我们都可以 更 packaging啊 packaging这些 我们都会读 都包括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你 真的是 你只是专要做一个Chemistry的话 当然 不是 不是Chemical engineering 就还是不太建议 去拿 Chemical engineering 如果你是很想要赚 Chemistry的话 嗯对 接下来我问 你的Course是 几年的Course 我的Course是4年的Course 4年但是 我们有 如果是Chemical engineering的话 他们是 在SAM break的时候 去训练的嘛 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的话 我们是4年的Course也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们是3年半 读书咯 然后最后 一个SAM是去训练的 你的Course啊 以后有哪一方面的 领域的工作 你有去了解吗 你会跟你的猪 你会讲什么 没有 跟他讲 你拿到什么工作 就做什么工作吧 我们这个科系 Chemical engineering很广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总之是 任何一个工厂 需要production 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去做啊 因为 我们都有学 所以 做lab也可以啊 是不是 lab 有些医院啊 可能学到lab 好像 BB lab 那种 你们可以去做的吗 没有啊 我们不是专那种 Bio那种的 你们还是比较偏向 我们是Chemistry 跟Physics吧 没有没有Bio Bio有我们有读 关于BioTech啊 这些 但是是 研究 制造酒啊 这些 没有说很 医学那种 嗯 food science 可以读 你们会 relate到一点 然后就是 去研那些东西 你们就可以去 做 对 about chemistry 好像我们有学习 Yakook啊 Yakook的 制造过程 所以他有 如果要做about food science 还是 有一点点机会去尝 可以尝试去 做 about food science 工作 food science 做菜啊 哈哈哈哈 这个又不一样了 做菜 其实 还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这个科目 你如果啊 你现在去访问 我现在班上所有的同学啊 几乎 会得到一样的答案 就是 我们看错了 都是以为 是Chemical engineering 结果 我们以为没有分别 就是在选的时候 你不知道吗 你就看Chemical engineering 跟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你以为是一样的 然后全部人就 选了那个 选了那个之后 进来才发现 哦 原来不一样的 所以我班上的 其实华人同学 都是这样子的 案子啦 至于我的话 我是不 不介意我读什么 但是 我的朋友就很伤心 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真的很伤心 就 想要 换但是 不能换了 有时候我们 甚至我们去找啊 那些 讲说要读什么 但是我们真正去体验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 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那种 读了 选了科系 然后会觉得有一点 后悔的那种 但是是很正常的啦 其实读出来 还是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尝试的 是不是 读了 也是 一样的东西啊 就 只是出来文凭会不一样 可能他们会介意吧 因为名称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是要去当 Engineering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当工程师的话 你就要选 清楚了 不要选错 所以要选Engineering的话 要仔细去看清楚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选了也 不要担心什么 你就做就对了 行行处撞远 反正选错了也读了 读了 诞远了 对就继续读下去吧 反正以后也是说 不是说完全不能当Engineering啊 需要拿一个考试这样子 过后会学到 就是你可以去问啊 如何把我们的这个 Technologist 如何upgrade去 Engineering 是有方式的 对不要担心如果选错啊 总是有 方法 我们就是要 找方法 对啦也是可以买鸡饭的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OK谢谢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分享 白色的科系 白色的科系 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要选Chemistry的啊 可以 去注意一下哦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 访问一个叫 读Data Size的人类了 然后现在塞车了 我们可以慢慢 讲OK 我们就 就期待一下 下一个video啦 看看分享什么 什么东西 OK 谢谢我的朋友 拜拜 喜欢的朋友 记得分享 留言 赞 订阅 好记得打开 小铃铛 OK 拜拜